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从上次到现在 应该一个月前吧 就听起来其实还好 但是在一个月前的时候 可能三个月之类的 所以你在期待两个月就好了 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很正向 什么叫我在期待两个月 这样就又满三个月就可以下一次了 一个circle 呃 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是还蛮热情的 打得火热 应该是 一天三次吗 可能两次吧 就几乎有见面的时候 有见面 就很热情 对 然后那时候去环游世界的时候 也夸下海口说 到世界每个城市都要打炮 但不过真的没有实现 因为太累了 就是很累 就是走到你觉得 呃 脚已经很没力的时候 就不会想要 就不想做那件事 而且每天都在就是做 可能下礼拜会下下礼拜的功课 然后或者讨论行程 那有时候讨论起来火气就会有点大 就更不会想要了 所以我们的环游世界去打炮这个计划就没有成功 对啊 其实是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减少的吗 可以这么讲吗 好像耶 这样对啊 好像是那个时候 就没有那么密集 嗯哼 环游世界是死床的 开始 导火线 可以这样讲吗 可是大家不是通常会去旅行的时候 应该会更 可是那种不是啊 那种应该是说 那种躺在那种 短时间啊 然后躺在沙滩上 沙滩上海岛上面 然后喝着 上面有插着小羊伞的调酒这样 那种才会sex变多吧 所以你想要就对 我可以买一些小羊伞回来给你 哈哈哈哈 插在里面 嗯哼 那最近呢 变少原因 就是说书人真的工作很忙 退给你 所以是你欲求不满 然后我工作很忙 也没有啊 所以我是死床导火线 你觉得咧 应该其实说真的好像是我耶 就我比较忙一点 然后 可能真的回到家之后 通常都已经十点多十一点了 那再忙一下基本上就十二点了 China那个时候就会说我要睡觉了 嗯 对而且我现在也比较早睡了 所以就更 好像更没有机会 更没有时间吗 所以是不是可以列一个早晨打 那个打破不要失床计划 这个我有提过啊 但是好像被 好像没有 你没有回应欸 哦我的肩骨没有回应 对你没有回应 我说那不然早上起床好了 好像早上起床好像没有feel欸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早上起床会没有feel 对啊早上起床就只想要吃早餐吗 也我也没有说 或是去运动 可能就想要做一些事情吧 比较正面积极的事情吗 是这样吗 你讲的也不好像sex这件事情不够正面积极 我在做这个主题的功课的时候 有上网搜寻 然后发现说 其实有这个困扰的拉子真的蛮多的 然后拉拉台的 在那个同志游行的时候 还有一个采访影片 就是采访说 有没有担心会死床 结果采访了20队里面 只有一队会担心欸 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部分 还想没有这个困扰是不是 就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T说 有感觉就不会死床啊 意思是我 言下之意是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互相没感觉了吗 嗯 但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 那个关系已经从原本的热恋 然后很激情的热恋 变成像这样 就是一个稳定交往的状态 你意思是说 亲密感增加的时候就 他的那个亲密感变成是在那种 你知道心灵上的亲密感增加 可是肉体上的亲密感就下降 好像你有看 我有看到这个说法 然后也有那个 那种 呃 采访里面也有人说 没有担心过啊 反正没有就没有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去做 喜欢做的事情 哇 真的是非常 其实蛮有道理的啊 这个 非常的看得开 那要两个人同步吧 对啊 要两个人同步 就是如果两个人同步就OK 可是 所以你没有办法认同这个想法 好像 某部分可以 可是又觉得 对我来说 如果说 性欲是 对我来说还是有的东西 嗯 那如果没有地方发泄的话 是不是就会慢慢 就是歪去别的地方之类的 因为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脸错个跟什么一样 都不想要被别人打扰 你不想被别人打扰吧 明明就是这样 对啊 但你可以征服我 这什么 我不想被打扰 可是我可以被征服 这样有没有 激起你内心的欲望 受益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 比较喜欢被欲求的 所以你喜欢我把你的笔电合上 然后跟你说 对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我们来翻天布地一下 抖得一团乱 真的 好哦好哦 那那些不喜欢 不喜欢性的人 在想些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嘛 拉子 拉子couple 里面大家都说 是女同志会比较容易 这种问题哼 其实我觉得不是女同志 才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异性恋couple 也是有结婚之后 或者是在一起久了之后 性下降的趋势 或是已经变成一个公式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像大部分人 他们在进sex的时候 会有一个步骤 你意思说没有心意了吗 对对对 会不会是这样 这个可以归纳为 技术太差这一类吗 他不一定技术太差 只是他的技术没有变化 对就是有一个理论是说 因为技术太差 所以让对方不想要嘛 就是不舒服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舒服很重要耶 对所以我们两个 谁技术太差 不会啊 我觉得都很舒服啊 我们两个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应该真的是因为 可能譬如说太忙 或者是就是太忙 然后也有理论说是异女 就是其实她对女生 没有真的有兴趣 所以你不是真的对我有兴趣的 我老实说我有怀疑过 但是因为我们也有打得火热的 那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理由应该不成立吧 嗯 我也觉得不成立 那还有一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药物 就是有时候你吃的药物 会让你没有心欲 而且不容易高潮 其实我那时候在忧郁症的时候 很明显的心欲下降 而且很可怕是 就我个人经验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副作用 但是我听到还蛮多案例的 就是就是忧郁症的药 让他没有心欲之后 像我停药了之后 好像可能有花 他慢慢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才慢慢感觉比较像我自己 OK 所以这么久的时间 这么久 那那个没有心欲是真的不想要 还是看到会排斥 就是没心欲啊 但是如果对方 对方可能想要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排斥 因为其实你不想要嘛 没有那个 那你那时候怎么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 嗯 不知道耶 就讲累累的吧 哦 所以讲累 那时候是跟男生还是女生交往 跟前任在一起 女生 哦女生 那女生可能比较可以 或许啦 比较可以接受 男生的话应该就会觉得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心欲 我的频率也比现在高耶 哦 哦 其实我最近有在吃忧郁症的药 开始说自己 说出人不是吃忧郁症的药 是那个假装先抗击的药 然后那个药带上面的副作用 也有性功能障碍 对但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性功能障碍是指 我以为是指男生不能勃起 对 但我想说手指没有这个困扰 但是性欲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性功能障碍啊 没有性欲啊 所以也不会 你也不会勃起啊 心理上面 我也不需要 对 不是说心理上面啦 对 我有强壮的手指 所以你要观察一下 你有没有性欲 可是你现在取样就不准啦 因为你已经 性欲已经 很低了 很低了 哈哈哈 真的耶 应该是说我现在 比较不会想到那个 我现在比较想到的是 那你想到的是什么 健身 哈哈哈 运动 然后兼职 对 对 最近所属人的 我的生活重心 对 绕在这个上面 还有规律的作息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下午打泡schedule 有没有 哦好啊 好像比较有机会 那等一下吧 因为晚上真的不太容易 OK 那也有这种 也有一种说法是 无性恋 就是说他本身就没有性欲望的人 就不会想要有sex 那这种人其实在数据里面也说只有1% 我现在的唐凤是不是就是无性人 好像是 我那时候有特别去Google了一下唐凤 那可是只有1% 但是你看拉子版 那么多人问这个问题 就代表不只1%嘛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性恋 说我没有性欲望 可是是真的没有欲望吗 到底是这个 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状态作息 或者是遇到的事情 让他没有性欲望 可能另外一半不够 另外一半吗 都怪另外一半就好 就是一个另外一半批斗大会 都是你离开我死窗 都是别人的错 不是很多人在 其实还蛮哀伤的耶 就是说 他其实 他觉得他很正常 他有欲望 可是他每次跟对方讲起这件事情 对方都会觉得 你为什么一直逼我 哦 然后 这样反而更有压力 压力很大 更不想要 说书人你要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因为说书人 但我倒是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 嗯 我们通常来讲 女同志好像进行的时间 都会比较久一点 哦对 因为我跟男生没有经验过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男生的那个时间大概多长 可是 可是我们两个 后来也变得时间很短了 因为很快 这个短也还是有二三十分钟以上吧 哦 对啦 有啊有 因为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前面的前置作业 需要比较 就是 认真 仔细的服务对方 对 像乔安娜就是那种 如果你要直上他不行的哦 我就说为什么 我说要从那个头部开始 所以我就会开始亲吻他的头皮 哈哈 我说不要一次就往下面走 我需要慢慢来 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 因为女同志她可能需要时间会比较久 你才能够让你的 就是阴导被刺激的时候是比较 湿润的状态 舒服的状态 那所以整个前面再加中间 在家后面的努力过程 可能就需要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以上吧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两三个小时 对啦 所以就是也有这种说法是说 为什么女同志容易失床的原因 也有一个是因为 时间成本太高 对时间需要很长 而且通常双方都会得到满足 跟异性恋的sex其实不太一样 那异性恋不会双方都得到满足哦 不会啊 就是男人设了还有什么好玩的 就没得玩啦 可是男生 所以男生 男生不会服务女生到好吗 真的哦 可能真的有啦 那那些自认为自己性技巧很好的男生 就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啊 哦 我们这样会被找到那种异性恋男子看阿拔 就是说 应该没有异性恋男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不一定 等一下异性恋男子就跳出来 这什么烂节目 认真狗 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政治不正确了一下 我就是 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们是没有办法反驳什么 但我知道以生理来讲的话 男生真的就是 摄了就 他们就达到最舒服的点了 可是女生那个时候不一定有同步到 好 的确是啊 而且大部分女生可能都没办法那么快吧 除非是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很 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女生又要有点主动吗 哦我是讲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啦 就是说 你如果一直在躺在下面让男生在上面的话 真的是有点难 所以就是 所以要反过 对要反过来 就是其成位 这个 这个姿势才比较容易女生到 哦 对 笔记 笔记干嘛 笔记干嘛 我说大家要笔记 大家要笔记 那 死床了要怎么办 我后来就是一直在中文的那个Google找不到 所以我后来就去英文的搜寻英文网页 有找到一个还蛮有 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一个心理治疗师 他叫Dr. J. Mann 他就是有列出几点可以改善 也许可以改善死床的方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大家说死床通常都理由嘛 借口都说很累 对啊 我的理由也是很累 没时间 没时间 没时间很累嘛 那就代表你可能 并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或是你已经生病啦 吃药 对不对 所以先照顾好自己 然后跟你的另外一半 把这件事情聊开来 就是 两个人的 现在的状态可能需要同步一下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因为像 就是我之前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反正那时候还是我可能比较年轻嘛 对性格渴求比较大 但是对方他其实 是有点排斥的 就是他的排斥是他觉得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就是 就是你知道 心灵上大过于身体上 但也不是说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渴求生他的身体 就我觉得 就一个礼拜一次或两次应该 应该还好吧 就是以刚在一起可能一年两年内 我觉得都还算正常啊 但是他可能就会就是有点排斥 嗯 那他就一开始跟我说什么 哦 他的好朋友跟他另外一半在一起三四年 他们现在几乎也都不用进行 可是他们感情还是很好啊 屁啦 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 哈哈哈 而且那个 那个他的朋友后来嫁给男人 哈哈哈 但是嫁给男人 我觉得这件事无妨 就是他找到他的真爱就好 但是屁啦 明就有影响 哈哈哈 对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 呃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蛮挫折 而且想要跟他聊开 他会一直避重就轻 像是什么 然后呃 譬如说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一直问这个事情 我就不想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要你不要再一直问我 对 就像你说 压力很大之类的 压力很大 对 那通常来讲你就不会就一直硬逼人家 对 可是久了之后 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要身心灵舒服 久了之后就是 你看嘛 就是你也会向外发展啊 对 其实是这样为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默默被捅了一刀 哈哈哈 就真的我觉得身心灵气和真的蛮重要的 对 所以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到现在才决定要聊开来 我们之前有聊过死床的话题吗 没有在Podcast上路过 可是 是有聊 但是好像我觉得有点像是 都是我在歪您说 欸我们是不是要死床了 然后你就会跟我说 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 可是 对啊我就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 可是 明天下午三点 哈哈哈 房间床上见 但是可能我就发现了这个频率的减低嘛 嗯 然后觉得有点 可能我的不安全感 作祟 哦 那你会觉得说 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对方不爱你吗 嗯 还是对方可能已经在其他地方玩得很累了 哈哈哈 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影响欸 哦 因为对我来说性行为减少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我 我会渐渐的把你当室友 哦 OK 所以我会对你特别的 严厉 严厉 就是比如说 东西乱丢 没有弄整齐 然后我就会用一个室友的角度在规范你 OK 为了不要一直被叮咛跟 解释 今天晚上吧 哈哈哈 明天下午那一场也还是可以 但我们今天晚上先来一下 欸你不要只会打嘴炮哦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没有打嘴炮 哈哈哈 我们真的打炮 所以聊开来蛮重要的 两个人要 嗯 在同个 至少要了解彼此是在什么样的 状态 然后也要规划出就是 不要说规划出啦 就是 要把两个人的亲密行为 当做 优先 顺序中的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 就是一天的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 才说 欸我没有力气了 嗯 对 因为亲密感是需要培养的 老实说是真的 对啦 很多不是都是 但是 但你还记得有一阵子是你在练瑜伽 然后你练完瑜伽的时候 因为都很累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问你的时候 你都会说 哦我很累了 没力了 欸我有印象欸 有一阵子你的瑜伽课上得很密集的时候 对对对的确是欸 就是因为已经没体力了 所有的体力都放在瑜伽上面了 嗯 嗯 我现在才想起来欸 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瑜伽老师的话 叫他课接少一点 哈哈哈 接你这个课就好 不要接其他课 哈哈 在床上做瑜伽 对对对 深夜场欸 我们会被黄标嘛 好像还好Podcast没有黄标 这个没有Podcast没有黄标问题 就尽量讲没有问题 那也有一个建议是 你要先准备好自己 因为其实很多女人 是需要被刺激才有信誉的 也就是说不像是男人 男人可能就是很自然就会有信誉 可是女人是需要一些些刺激 比如说像我就是需要对方主动嘛 嗯 我会觉得我才会觉得有信誉 嗯 可是呃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可以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自己先去看一些小电影啊 就是先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 而不是让对方做很多的工 要让你热起来 嗯嗯 所以 听起来比较省时间 哈哈 比较省时间 可以这样讲吧 可以这样讲 应该是说你会比较快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 嗯 嗯 先热身嘛 自己先热身 先预习热身有没有 那你有自己预习热身过吗 不太会欸 我不太会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需要 我就直接切换模式 直接切换 什么叫直接切换 工作模式 跟sport模式 就跟现在汽车一样可以切换模式 有没有这么好用啊 还有省油模式省电 什么样是省油模式 就是如果你先去看了那个小电影的话 我就可以切换到省电模式 我们有省电模式啊 就是 但是我都会跟说书人说吃泡面 对吃泡面 吃泡面就是 就是 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 然后 然后我 嗯 要怎么 要仔细描述 哈哈哈哈哈哈 就可以录在下一集 有没有 就是乔安娜的泡面 总之就是我可以吃泡面 但是很有趣的是 说书人没有办法吃泡面 对 这个我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对 好 好我们先跳过这个 这个不细讲 那还有一个 然后就观众下面留言说 这个节目就是 又不讲清楚 哈哈 想要吃泡面吗 来上我的瑜伽课 哈哈哈哈 喜欢那我是示范 你这样好歪哦 哈哈 好啦 刚才也是开玩笑的 不要把瑜伽班学生吓跑 那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减少滋味的频率 因为你自己吃饱了 就不需要对方了吗 嗯哼 应该概念是这样 没错 但我也不太 对啊 你也不太滋味 为什么 为什么你都可以不用滋味 因为我很多其他事情 会消耗我的能量跟体力 哦因为你把自己操得很累了 对 所以其实还好 没有 没有特别在这上面 会需要 嗯哼 这样是不是也是逐渐对自己的 那种 开始进入到无性 无性恋的状态 但其实还好 我还是有性欲望啊 其实那个性欲望不会 强烈到就是 非得要实行 对非得要实行 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 所谓的卵子充脑的概念 可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到最后就是 因为 欲望人人都有 但是你就是不需要嘛 不需要真的 需要那么多 嗯 嗯 所以就 大家也 你知道 现在生活 很多可以 转移 转移 注意力的方式 说明滑手机这件事本身也会降低 哦会啊我觉得会 比如说 睡前 就是 如果说两个人 各自滑手机的话 应该也会 应该会有影响到 嗯 那个 这个博士呢 他还有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方法 他说 还有一个说法啦 他说 嗯 这个性呢 其实有时候是 服务对方跟维系感情的方式 即使你没有很想要 你还是就是为了对方做这件事情 哎这样讲起来好那个哦 这样讲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他意思是说 这是爱的行为 所以 就像你可能有时候还是要 比如说带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去餐厅吃个饭 或者是跟他讲一些 就是鼓励吗 或者是甜蜜的话 甜蜜的话 嗯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耶 就是像你常常对我说甜蜜的话的那段时间 我就会觉得我 我现在还是很常对你讲甜蜜的话 最近好像有变多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今天就讲出来啊 嗯 就是前一阵子 说书人暑假真的很忙的时候 真的蛮少的 那时候真的 因为连睡觉都睡不饱 还要一边假抗 然后对路人拔脾气 哈哈哈 我要一边工作 一边拔脾气 哈哈哈 没有不是在学生 对路人 哈哈哈 可怜的路人们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就会觉得感情好像变淡了 鸡蛋好像也有感觉到 有鸡蛋都有 最近超热情的耶 是吼 嗯 因为你暑假的时候超可怕的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连狗都闲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惨哦 听讲很惨 因为你就是休神恶煞的感觉啊 真的啊 真的有点可怕 我就是 我也有 觉得可怕 老实说 好我明年会多注意一下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实验咯 像说书人讲的 有时候真的是 是两个人一个模式太久了 又没有心意了 所以要做一些关于性的实验 有去Motel吗 哦 有 有举这个例子 但是因为 我们两个不是觉得 好像去外面住也没有 特别有 你不太够 还是我们真的放太松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 拔除 从你原来的生活的 模式跟步调拔 拔开来 然后到那个 放松的场景 真的就让人家真的只想要放松 哦 有可能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那个设定 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意图设定就是 那是为了要放松而去的 嗯 嗯 而不是为了像大家去Motel 培养一下有没有 培养一下那个激情而去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那个设定意图 比如说这一次是为了激情而去的 对 对 打炮之夜 呀呀 炒饭之夜之类 或者是实验啊 就是用一些玩具 我们还没有玩过玩具 真的耶 我们好像都没有用过耶 没有啊 怎么连跳弹都没有用过耶 所以我还蛮好奇大家都玩什么玩具的耶 就大家都说飞机杯 靠腰 飞机杯 男人用的 哦 对 所以如果有觉得好用的 就是拜托私讯我 哈哈哈 那个脸书拉拉手环游世界粉丝页 这蛮重要的 对 给我们一些建议 因为我也不想要那个花很多钱 我们死床就靠你们了 哈哈哈 能否不要视窗 哈哈哈 拯救乔安娜与说书仁 你在帮我们想这一集的标题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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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道具如何不死窗 哦 说书仁有提议过说要不要买夹调 哈哈哈 虽然我自己没有很想要 他 我觉得你对夹调有一个 有一个 不是很好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要你用 哈哈哈 有吗 对好像没有没有很喜欢 对啊 我没有很喜欢那个东西的长相 对啊 你不喜欢 你觉得他长得有点 他如果设计可爱一点大象 或者是 要蛇 哈哈哈 就是逗趣版的情绪用品 maybe可以考虑 我超讨厌那种看到那种血管超明显 然后很逼真那种 哦 我真的就觉得不舒服 哦 身为一个生物老师但却不算舒服 哈哈哈 哈哈哈 那 关于死窗为什么只有 用在女同志上面呢 对啊 这不是很不公平 异性恋应该也会死窗吧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问过一些异性恋的朋友 嗯 他的确就是没有了啊 而且还很早就没有了 那个没有是真的 就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哦 那我们让一年还有三四次 如果以三个月 没有我们今天就会有两 今天会有一次 明天会有一次 自己说 等一下有三点你忘了 我们刚约好了 哈哈哈 让我check my schedule OK 那呃 其实 其实这个呃 我刚才说的那位博士 他就有说 那一个死窗的理论呢 其实是1983年 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他写的一本书 American Couples 就是也就是他取样的都是美国人 而且是白领阶级 那这些取样 就是很偏颇 再加上他问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那么客观 对他可能问你说你多久一次sex 可是问题是你每个人定义sex的 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男同志女同志跟异性恋 定义sex都不一样 可能异性恋就是觉得男人射精 就算一次sex嘛 可是女同志呢 应该是两个都要到吧 女同志就是标准比较高嘛 就会觉得说两个都要到 可是有些铁梯也是不要sex的啊 其实我还蛮佩服铁梯的耶 他们真的 这样可以算某个程度的无性恋吗 他自己没有被满足耶 可以这么讲耶 可是 对啊为什么会 其实真的是蛮舒服的事情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 很想感觉好像邀大家来干嘛 是这样 集体脱皮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人 然后最好一次单一对象 然后固定 但我觉得就是 那个是身体的被满足 然后脑内飞啊 你知道血清术啊 多巴胺他们 就是会在你的脑子以后 然后让你觉得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而且这舒服感可以持续很久耶 就是他蛮舒压的老实说 真的 所以鼓励那些 还不知道怎么尝试的 或者是 可能排斥尝试的 反正试试看嘛 人生就一次啊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 我就是不喜欢sex 我是无性恋 可是我另外一半有性欲 那我愿不愿意让他出去 这就是开放式关系的概念 对可是 如果你是无性恋 你的伴侣不是的话 那 那个伴侣不会很 嗯 久了之后还是有问题吧 对啊 不被满足 可能哦 嗯 总之就是 我有问过说书人说 欸你有没有想要尝试过多批 坦白说没有耶 对他他真的没有 可是我对sex的那个 而且我 坦白说我看A片的时候 我真的蛮不喜欢看到多批的 我觉得 不知道你知道我还是有个道德魔人 哈哈哈哈 就是会觉得 这这这个关系是很 即便是A片啦 对所以我也不喜欢看那种道具很多的A片 或者是有点性虐待的那种A片我也不喜欢 我觉得看我会噁心 会觉得噁心 多批也是我会觉得噁心 那 我会觉得 这东西的话应该是 欸两个人真的是很 很舒服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而且是比较 你知道很专注在对方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多批 不会分心吗 哈哈哈哈 就是开心的分心啊 就是 不知道耶 可是我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喜欢 就是看到那样的影片 所以也不会想像自己在那个情景 OK 对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更刺激 但这不是我喜欢的刺激 我会觉得我还蛮抱持开放性态度的 你现在在争友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在争友吗 不是 然后明天下午三点就有人来爱我们电影了 哈哈哈哈 听说你们今天有活动 等一下 今天想来点什么 对 开放性关系 对 今晚想来点开放性关系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对什么 嗯 像是SM啊 或者是一些 就BDSM 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有些人 有 有对这个有 需求跟欲望 对我相信是 那我也觉得 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也可以试试看 对啊 我等一下回来买辣油 哈哈哈哈 就是从 我也许因为我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可以从最低限度的试试看 别皮别辣油 可是你很有趣的是 你不是就是人生用来体验吗 可是你在sex这上面这么的 听起来感觉很无趣 对不对 这么的限定 这么的 对啊就没有 我没有觉得那个是 给我觉得刺激或者是 就我想要尝试的 还好 辣油可以考虑 你晚上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 好像那样买特别的蜡烛耶 不然一般辣油应该会蛮痛的 哈哈哈 我去画公行问问看 诶 有没有那个sm用的蜡油 老板傻眼 他就说诶 你问错地方了吧 诶 诶那回到刚才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样算完成一个sex 一次的sex 反正就是 其实 呃 就像我们讲的 在异性恋上面也会有 在一起久了性减少的次数的现象 而不是只有限定在女同志上面 所以 他那个调查是针对白领阶级女同志吗 不是 就是呃 所有的couple 异性恋couple啊 gay couple 跟女同志couple吧 反正就是american couples american 对就是美国人 然后但是好像是 呃 就这个 我看的这篇文章 Dr. J. Mane 他是说 这个调查是限 其实蛮限定在白领阶级的 但是总之就是有取样跟定义的一些问题 所有的调查都有偏差吧 我觉得 就像你讲的 呃 因为女同志一次的次数需要比较久 嗯 所以就像 就是那种 你也需要 比较多的时间成本 对 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这女同志 比较可惜一点点地方吗 就 而且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生理构造就真的不一样 诶 就是男生他们理论上来讲 性的那个冲动跟 就是他们可以 比较频繁去对性有所谓的需求 可是女生好像没有那么频繁 还是因为不够 据说 还是其实差不多 不是什么 我忘了你 好像是你说的 男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六秒 六秒就会 对我听到人家的数据是这样六秒 六秒脑子就会闪过一次关于sex的念头 对 那这样我年轻的时候还蛮像男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跟年纪有关系啊 对 就可能在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会对 就二十五岁之前可能会对性会比较渴望 比较有需求嘛 可是人家不是说什么四十的女人如虎吗 哦 不是也有这种说法吗 可能吧 我听过啊 听过这种 就是说女生到四十岁到这个年纪会 什么一切发展 也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 到四十岁这个年纪是不是 就慢慢的啦 我才不是当然不是说四十岁 瞬间四十岁生日过后就 不是这样 叫我女妈 生日礼物就送你皮鞭吗 打你吗 你怎么感觉好像碎到自己 那不然我生日的时候你再送我好了 我们好像有一个朋友的什么生日礼物 不是 就是收到皮鞭吗 好像是耶 是不是之前我们有一次交换礼物 对好几年前我们那时候跟朋友去交换礼物 我跟说四十岁刚认识的时候 对然后他收到的是 乔纳收到一本什么性爱百科 性爱 知识吗 性爱 女同志性爱知识还是什么的 有点像这样 对 那个知识好像是position 就是那个知识 各种不同的体位法 之类的 讲体位法 我想到瑜伽 就是瑜伽 其实也可以尝试用下犬式 或者是什么来做 平板式 好我下次叫你用平板式 我觉得我会更快累 后来那皮鞭是谁抽到 我真的忘了耶 不是 而且抽到皮鞭的时候 大家也都觉得很小 不是大家觉得很好笑吗 对很好笑 我抽的东西比较正常 你抽到什么 我抽到星巴克的随行卡 所以还不错 还不错 对 很符合你的道德标准 那我们可能就 会这几个建议 先来试试看 先来试试看好了 就是 所以有实验精神 我们晚上 来 买个皮鞭之类的 诶 那个是第七步啦 我们可以先 就直接从最后来啊 从最后 冲了 直接冲了 直接冲了 PBN喔 我们有规划好sex time啦 然后再来就是 聊开来的嘛 然后 就是也 也 你就晚上给你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准备好一下自己 啊这段时间先不要自慰喔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服务你 我们就可以实验了有沒有 七个步骤一次满足 那这样我们下次还要玩什么 就不同的实验啊 Cosplay有沒有 好忙喔 借那种 有没有道具 欸对啊你对Cosplay有那个吗 坦白说也没有 你这个人真的很难取悦欸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 为什么你要扮成 假设你扮成护士 或你扮成 就是 空姐好了 啊你就不是啊 奇怪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喔 我这 这方面真的是 就是 也不是说什么道德表 就别人要扮 但OK 可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种想象力啊 每次就跟我不太看小说是一样带 我觉得那很多是假的 还是 我也不太看A片 因为我觉得A片很多也都是假的 就是演的 想像在健身房的卸钩这样子 穿着健身 可是健身房当然都是那种 巨乳男 巨巨有沒有 没有就是想像 然后在那边摸着他们那种 就是低罩杯 然后在那边抖动他们的胸肌 不舒服 欸干我在那边我觉得 我应该是胸部算小的 哈哈 没有要你想像男人 而想像在健身房 遇到一个正妹 正妹 然后穿得很少这样子 然后是瑜伽老师 这样可以可以 这样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马上试试看 然后之后录一集就 这实验的成果 验手 实验成果 我们就是还要记录说 今天有打勾勾这样 哈哈哈哈 可以喔可以可以 所以你觉得sex变少 有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吗 坦白说我觉得还好欸 可是我比较努顿 对啊你超努顿的 我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对你都没有感觉到其实 乔安娜已经在 其实我已经有一点把你当室友了 有 你刚刚开始说什么 会叮咛 挑剔我的 什么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摆的方的位置 这点我有发现到 所以要赶快安抚你一下 是这样 这样我又可以去乱摆 只是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 那个吧 就是比较特别在 整理 练习整理 对 乔安娜是那种 一旦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极度专注 对 所以我们家的东西已经快要被 丢光了 丢光了 也没有吧 东西还是很多啊 还好当初买很多 不然就真的丢光了 不过整理完了 就没得整理了 好像也会有点哀伤 你倒是可以去你妈或者是别人家帮他整理 那也要人家同意啊 你就趁你妈不在 然后开始整理啊 你妈回来就说有 哪个小偷偷这么干净 可能会这样 那你们也有这样的困扰吗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有类似的困扰 或者是如果你觉得有其他也不错的方法的话 可以分享给我们 或者是希望你听到今天这一集之后 会觉得比较不那么担心了 就是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 我们在一起 七年了 快要满七年 要迈入第八年了 12月9号就满七年了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就会有七年之痒 还是七年之痒是在这一年 七年之痒是在这一年 哦 已经过去的这一年 但我这一年真的蛮痒的耶 你 因为那个甲冻腺那个药 会让我皮肤 真的有吗 没有是真的痒 是那种抑躯的痒 所以哦你皮肤痒 对 可能肝不好之类的 好吧 听起来有点难过 因为太累了啦 太累了 所以就 对 中医说肝跟皮肤是有关的 好 好那我留意一下 那谢谢你的聆听 谢谢你有关心我们的视窗 希望这件事有安慰到你 如果你们的频率比我们高一点的话 我们人生要热观一点 那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Apple Podcast可以留言 或者是可以到我们的粉专 留言给我 通常是乔安娜在看留言啦 说出人也会看 哦是哦 但是乔安娜主要负责回 因为乔安娜文笔比较好 没有啦 我只会嘴炮 对 哦我讲对耶 你太诚实了 给我一点面子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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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s 啊 啊 我